歡迎回到五期新聞網 我是徐俊相 帶你挖真相 剛剛我們聽到了 林老闆帶來他的第二間 第三間店都在部隊裡頭 在這裡我們給大家看到 這個數字是林老闆 給我們的數字 支出跟收入那兩間店 支出你可以看到 這幾店開始做生意 你就要這些成本 26萬2000塊 這就一定要給人的 你不就要賺太多 不知道有賺 來 我們來看看 收入你就看 旺季阿弁國賺太多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27萬 其實也要賺平 30萬賺一賺 但是呢 各位看到 淡季的時候你就8萬塊 你就撩耶 撩十八萬做生存的 所以 你們可不可以跟我們 回想一下在那一段 差不多這樣為你們先生 這樣做那個心情 這樣做得大 撩得大 讓你們主觀的認為 叫我們騙得大 很無關 回首這五年來的加盟經驗 實在是真的是讓我的眉... 眉頭伸索 眉頭伸索 五年來換了白髮一堆的我 頭髮不是無緣無故白的 因為你其實有真的很多事情 你也是其中一家店的店長對不對 跟著丈夫來騙這間店 是的 就在其中的兩家店 其實我都有參與經營 那我也是算是店長的身份 那在職業的這過程當中 我是一直是覺得說 我們家盟主當然是很想賺錢 那這賺錢的話 賺錢並不是只有落在我家盟主的身上 當然總部那邊也是會有它的吸收 有它的收入在 但是我們做這個超商 其實它是有一個比較屬於那個... 就是要看場合 比如說因為我是封閉商圈 就不像是外面的門市 那我的門市它的主要服務對象是阿兵哥 那我的門市就沒有辦法每天都很乾淨 因為阿兵哥他操練完進來之後 他身上都是泥板 都是樹葉 那每一個人要進我這個門市 也不是像外面的...外面的人 光鮮亮麗地走進我的門市 阿兵哥他是一鍋風他就是衝了進來 所以我的門市就會很髒 因為有時候一掃而空 當然就會比較髒亂